好 回到台灣個人團 那麼雖然說今天 這個內政部次長蕭佳琪 開記者會告訴大家 袁蕭琪要放假 已經作業來不及了 那這不吻合了朱立倫所罵的 這個政府真的是很僵化 完全沒有彈性 他特別來比了一下中國大陸 那麼中國大陸都知道靠放假 來創造放假的經濟學 在台灣大家學不會嗎 台灣的假期是不是如朱立倫 今天確定被潑冷水之後也說的 那麼至少行政院願意好好的來 研究研究要不要好好做調整 台灣今年總共假期有114天 但是只有春節是一個長假 其他都是一天一天 但是正好碰到禮拜五或禮拜一 可以連個三天假 但是看看中國大陸 春節有七天 勞動節有三天 國慶日的十一長假也有七天 本來每年就擺個三個長假在那裡 所以在這裡是不是 我們政府真的趕快要 腦筋動一動 不只是要彈性 重點還是要讓人民是有感的 所以洪威 這個注意文聰明 聰明決定 聰明決定 而且聰明而且靈活 所以就是說 朱立倫到底要不要選2014 我覺得我們不用幫他上太多腦筋 因為這真的是一個太聰明的政治人物 其實講這個有關年假的問題 因為他是絕對是一個討好的說法 對不對 討好選民 可是朱立倫又非常非常巧妙的 跟經濟 好把它連結起來 朱立倫就是經濟的專家 大家不要忘記 所以他把整個國家的經濟 跟這樣的一個討好選民的政策 做一個完美的連結 然後對於新北市民來講 他特別提到很多傳產的員工 大家都知道 如果以新北市來說的話 很多的傳產員工是住在新北市的 還有這幾年新北市的發展 很多年輕人隨著捷運宅的關係 所以他們住到新北市 那乃至於未來整個 假說他要繳助2016大位 最重要的就是原來他必須要 他focus那些選民 包含傳產的員工 跟年輕人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非常完美的發言 那他知不知道 其實他沒有辦法影響中央 他當然知道 他做過副院長的人 當然知道 可是問題是他講了就贏 所以我就說 因為他非常聰明 而且非常的靈活 那我相信他自己的困境 其實我一直很希望 我覺得馬英九也好 或金否則假如要操盤 應該要 我覺得作為一個 國民黨的主席 應該要幫你的候選人 幫你的中生代 去想到這個問題 你不要把他 你不要把他推入一個困境 你要幫他解決困境 可是我相信朱立倫 有這樣的一個聰明跟智慧 自己的困境自己解決 郭竹今天 其實姚文志也要提一個案子 他就是跟著他 他說以後的春節都放9天 那其實中間也對比出 民黨在過程當中 在選舉當中 在人才的培育當中 很多時候 剛剛如果王洪輝說他靈活 說他聰明 那相對之下 恐怕民黨在這一方面 各種的 不管政策的提出上面 在思考上面的框架 恐怕自己也框 自己框太多 否則以朱立倫可以提這樣 這個是在野黨最好提的 你懂我意思嗎 這太會在野黨發揮的 大可以開大門 然後讓很多討好的 或是各種的理論在這裡面 馬上連結套出來 竟然讓朱立倫在這裡面 搶先了一步 然後今天姚文智跟進說 他要提一個案 以後過年放9天 然後大家來實行 這個消費經濟學 假日經濟學 所以他在凸顯的 其實兩方面 一方面是中央不行 一方面還有是 在野黨民黨不夠用功 所以執行長 多放假經濟就會不好嗎 中央期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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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期待會